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 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婚伤喜庆是人免不了的 参加人家的婚伤喜庆 都要各表现不同的礼节 那才是做人一个基本的素养 礼节表现得恰当 反而会得到人家的尊重 会赢得友谊 礼节表现得不好 有时候自取取入 有时候遭怨 所以这种礼节是吉凶祸福之所在 要重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他应有的心态 应有的做法 应有的分寸 那这一章里面就是孔子 跟这个商事有关 那这一章的经文是 数而篇的第九章 指使于友商者之策 未尝宝也 这个字要念商 就表示家里面办商事 那指使于友商者之策 未尝宝也 换句话说 这个不见得是去调商 因为我们去调 去哭或是去调 去哭就是跟死者有交情 去调是跟生者有交情 所以这个时候调完 哭完的时候就走了 他不会说有商者之策 有商者之策 他可能是在帮助人家办商事 可能是遇到朋友家里面办商事 要帮忙朋友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 邻居有商事 大家帮忙 那帮忙的时候 照例的要请那些帮忙的人吃饭 可能是指这种的 所以指使于友商者之策 就是在半商事的旁边 那个策就是灵的意思 就是他旁边 接近的 临近的 换句话说 就参与他们家的商事 孔子是办商事的人员 这个行品书也是这样说的 黄砍书他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解释的 那一般来讲说 你既然是办事人员 你太饿了 你也做不了事 两眼昏花 你做不了事 你太饱了 那你根本就是 一个忘哀的 忘了人家的哀的 你要更加有同情心 要助哀 你是站在人家 将心比心的立场 人家这样的伤心 你也是触动 你触景深情 你也体会人家的哀伤 所以这个时候 是要吃饭的 可是吃饭呢 他不会饱 他不会饱 不是说他刻意不要饱 刻意装强作私 不要饱 争取人家的同情 不是 而是因为 他内心也跟人家 一样的哀伤 将心比心嘛 这时候 内心也跟人家 一样的哀伤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是 伤父之痛 伤父之痛 伤气之痛 伤母之痛 那你要跟人家 将心比心 如果是你的话 你当然也吃不下 但是 这种将心比心啊 会让你 虽然吃饭 吃饭就是要办事嘛 但是不会在失误上 不会求饱 吃完了就是办事情 不会在于吃得好不好 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 表达的是 同情商家的哀期 当然这个字册里面 伦尹讲要说 他还包括说 你邻居家有伤事 你未必去帮忙 你未必去帮忙啊 只要听到邻居的哀伤之声 或是看到邻居的家的办伤事 你那种恻隐之心流漏 所以也不会想要吃饱 说不上来这种礼节 这种礼节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说 为什么要刻意呢 为什么要做作 不是 他不是刻意 他也不是做作 他自然的 就好像我们 听到你的至亲好友啊 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心情也不舒服 你心情不舒服 连带你的食欲就不加 你的食欲不加 你就不会吃饱 这种食欲不加的状态 很简单 我们在面临这些伤事啊 或者是这些痛苦灾难的 障难的事情啊 我们心情都不好 心情都不好 食欲就不好 这样而已啊 并不是说 哦 这个时候规定我不准吃饱 不是这样 而是那种心里面的流漏 同情心的流漏 而不是那个嬉皮笑脸的 这个在那里喝酒吃肉的 因为商家有时候会提供的食物啊 他有时候会尊重办事的 也会提供美食 但我们不要吃的大块朵银 喝酒吃肉 在那里化全干杯 那实在是很没有同情心 很没有良心的 就算他是你邻居啊 你也一个感同身受 将心比心 他没有请你办事啊 你也要感同身受 将心比心 那我们不要小看了 这种同情心啊 是很重要的 孟子也说啊 侧隐之心 这个人皆有之 其实人不一定有这个侧隐之心 可是他是人之发端 就是仁爱的 人心的发端 从这里开始 不忍的心 从这里开始 很残忍 很刻薄 那怎么会有人心呢 所以人心从 不残忍 不刻薄 将心比心 是人从这里开始的 那果然啊 是有同理心的人 人家也愿意 跟我们深交 那跟我们深交啊 这样的人啊 我们才有办法 在事业上共识 或者是在 知见上 共同学习 以文会友啊 也要这种人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一张的价值 他运用起来 他会得到 很多的好处的 好 以上是这一张的大一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